我在台湾做金人打仗到处跑 但我现在感觉上我已经死过了 另外一个生命来临艺术 我那时到辽基森修花的时候 我的薪水是中卫 那多少钱?66块钱 我交一个修费50块钱 我只有16块钱 做什么呢? 你头发 你的头发太长了 净重不行的 所以你没有钱买什么好的画笔 晒晒笔 或者油画饮料 不可能 你们穷在病 病在痛 这是那时候美金顾问团 南方的门口的 这个把它洗一洗弄一弄 凭着纱布 纱布很多的空间 我就用那个亚麻仁油 油啊 它就黄黄的 有没有古老的俗话的感觉 那时候一个时代 就最后想起来 不知不觉中啊 起了一个名字呢 遥远故乡 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 那时候就有把这张画 就送给他们美金顾问团 送这个东西 哇 它是艺术品 那时候我的画不值钱嘛 送嘛 送到他们高兴我 我就高兴了 因为我是南京人 我又在这个 我太太又是台湾人 台湾人 那时候我到她家里的时候 他们大大小小的 都住在这个珠子房子里面 所以我也想到这个 用这个结婚为一个喜事 用珠子变成一个家道 然后我在这边结婚了 那个姓娘子也可能是我的太太 就这种想法 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独胎的性的表现 以前台湾没有考虑到 这个绑画的价值 以为还是那种传统的 民俗的绑画 所以我们那时候责任了 我们这一代 要把这个绑画的价值提升 有创造性 一开始我不知道 有这个复活梅材的重要性 我不知不觉地走进 梅材的缘分上面 用这种梅材来表现我 尝到的精神 创造东方的艺术精神的空间 我是一个艺术家 你怎么表现艺术的真正价值 我也经常要超越自己 不能听听 不能听听 有这个人 我没有想要很久 我没有想要一个人 我没有想要一个人 我没有想要 感谢观看